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导演性情中人我算是看出来了 那天泄目的时候 他哭了 你说我一看 我是这一个也不年轻的 这么一个人这么容易动感情呢 对 这个话应该这么说 我们这是供逢中国话去百年 然后参加第七届相约北京 大家都没把握 我更没把握 我想台湾风格的这个舞台话剧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在北京人面前呈现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结果呢 因为它是个情境喜剧 它整个架构呢 那个文员看了知道 它很像相声 它前面呢很正 正气 它其实都在铺垫 然后一路呢撒线索 布线 布到后来呢 就抖包袱 三番四抖 三番四抖 越抖越大 越抖越大 上半场演完 观众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 下半场演完 很多观众私底下 跟我们不同朋友抱怨说 他腰闪到了 抄了尖了 那现在讲谢幕 这个谢幕呢 因为在戏里面呢 我那个明示暗示都说 希望观众看到 一出好看的一个戏 对明示暗示 都是说导演最大的希望 就是观众起力鼓掌 三十分钟不退场 我真的说的 对 我觉得观众之所以 那么热烈 也跟这个暗示有关 要不然觉得对不住 但是我觉得观众 得到很大的满足 所以在谢幕的时候 等我上台的时候 我看到的场景啊 当场泪流雨下 是因为观众 真的起力鼓掌 两层楼解放经科剧院 一楼起力鼓掌 就算了 二楼也起力 全部起力 你说这场景 我怎么能放过 我怎么能不记得 这是这一生当中 我人生的转捩点 从这个刻画面开始 太人来哭了 还有就是谢幕长达 八分半钟 这个我们初来乍到的 得到这样的荣耀 这样的肯定 我们太激动了 对 有点像当年 你知道在这个 前苏联斯大林出台 我觉得那也是个戏剧环境 我当时觉得 那种情况 怎么能忍受 但是都安之若素 主席团出来 斯大林一出来 所有的人鼓掌 能长达 真是能长达三十分钟 真是 因为什么啊 因为这些人民代表们 他鼓掌啊 谁也不敢停 谁停 会被整 是吧 谁敢停 谁敢停 李国勁 做全面啊 鼓掌 你把我鼻 使大林 你不看足球啊 你就不知道 你不看足球比赛 你有时候看到 这些足球球员 前锋他进球 进球之后呢 他都会 庆祝动作 很常见的一个 庆祝动作是什么 他会 一下子 整个人用双漆 跪在地上 滑到场边 对着场边 这样子 那个镜头啊 我们在电视上看的时候 你很难把握 就是看 他在看什么 其实他在看观众 是 然后你就看到呢 跟他 有时候 如果你在现场 看足球比赛 你会发现什么 贝克汉姆啊什么 对 他直直望着 其实是观众 而观众也是直直望着 他大家一起做 同一个动作 就是那一刻 就是你进球了 那种满足感 对对 就像这样子 就是一个你的做 他让人家都交流了 满足的哭啊 是让人舒服的 对对对 所以我就 他说这个事啊 我觉得倒真可以聊聊哭 是是是 因为我最近啊 也也努力的哭 但是啊 我很难像他那样 我很难像他那样 只要是有 在人前 我我没 我哭不出来 咱们也哭不 就像隔着一堵墙似的 但是呢 对我自己 那你要演戏 这个角色 遭遇困难 遭遇挫折 要你哭 你哭得出来 演戏 哭不出来 所以说我演不了戏 所以你是个好的主持人 不是个好演员 就是我自己在屋里哭 但是我觉得 哭很重要 因为 我就是跟你说 曾经有一两年 因为过度工作 这个人变得了无生去之后 真好像是个行尸走肉 没心没肺的行尸走肉 对什么事 无感呢 最近我觉得 你觉得要减实回来一些人的生活 特征就是 有一天哭了 你很高兴 而且有时候挺有意思 你看这个哭 分两种 挺拧巴的哭 比如说你因为难过的事情 伤心的事情 哭 对吧 哭完了之后头疼 但是比如说 看电影 你哭 这种幸福的哭 满足的哭 这种哭 哭完之后痛快 就说眼泪跟排毒似的 是是 就清洗了心灵那种 对对 感觉 好像李导演对哭 也很有研究 我不是研究 其实我这几年提倡运动 叫流眼泪运动 我们现代人 在面对工作而赚钱 钱要存下来 存 钱是万能的 眼泪不要存 现在社会工作上 我们压力太大了 但是大家因为 我们有时候中国人教育 就是教育错误 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坚决反对这句话 我从小看我爸就爱哭 性情中人 你知道 家里来个客人了 他请客 客人要走 他不舍难过 你不要灰色 山东人 真的 你不要灰色 你不要灰色 就哭 从小我爸性情中人 我爸是一个 灰洒的一个自在的人 所以你也遗传 我就爱哭 就是看到一种 生离死别 或离别这种情境 我就不舍 当场就掉眼泪 一点都不隐藏自己感情 真的 所以在这时候 我就有一套观念 这流眼泪运动戏 我们先谈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众 当你进入剧场 或电影院看戏的时候 这个容念珍给我的影响 我这个问题 你八个答案 你填一个 一 我是一个感性的观众 二 我是一个理性的观众 三 我想我是一个感性的观众 四 我觉得我是一个理性的观众 五 乱七八糟 我是一个 一会儿理性 一会儿感性的观众 六 我是一个一半理性 一半感性的观众 七 我不知道 八 答案是空白 你自己填 你选哪一个 我觉得是 感性和理性 一会儿一会儿 那你还有救 怎么讲 有救 就是说 最起码你还有感性能力 有些人他会选二 我是一个理性的观众 或者选四 我觉得我是一个理性观众 那当你选 我是一个理性观众 的时候 我们谈观念 当概念上 你如果看千里走单气 这张电影 或者说看乐意归根 这张电影 他坚决不哭 坚决不哭 在不哭的过程里面 他是非常理性 这个理性 那我要谈 当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就表示他压抑他的感性 当他压抑感性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 他很久不哭 任何事情 有任何失败都不哭 当他不哭的时候 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如果他是你的朋友 在你身边的话 你会发现他脾气 有个部分叫做非理性 很容易暴怒 这种人很容易暴怒 对对对 而且这个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 是理性啊 我就是这种 你一直不了解 你是整天在修道院里 你哭吗 那我不哭的 你从来不哭 那我很少很少 这有意思 而且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看戏 就是理性到一个什么地方 我现在还好 对 我就现在不写了 为什么呢 就有一阵子 我写剧评写的 觉得自己变态了 因为我写剧评写影评 我开始培养 有什么习惯 你知道吗 我代表进剧场 为什么吗 代一个马表 比如说看电影 我就看 这个镜头用了几分钟了 这个长镜头用了几分钟 然后刚刚这段戏 他这段音乐 是出了多少 我会连这个都记录下来 然后我写剧评的时候 说这个导演 为什么他这个地方 这个音乐用那么长 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到最后我发现 怎么旁边人都笑得那么开心 旁边人都那么难过 他们为什么笑 他们为什么难过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变态 我看你 你才是行尸走肉 我觉得太行尸走肉了 而且哭 我觉得是个人的东西 占了很大的成分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因为 你看的东西有多好 你比如说我试过一次 有一次你要没睡好 或者是晕晕乎乎的 你能到哪种程度 比如说疯狂的石头 有个喜剧片 他们都说都好笑 可是我跟你讲老实话 我站在电影院 我不知道周围人在干什么 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 从头到尾 但是后来我知道 是因为你当时的状态 反过来说 没体力 有的时候哭 你比如说最近演那蜘蛛侠 按说好莱坞就有大片 你也哭 你理性 我跟你说 我拍迟到了 我的电影 他们说头十分钟 太错过了 不是 咱们看一个 看什么东西 要看的 比如说好莱坞大片 咱看什么 看特戏 看电脑 所以我说迟到就迟到 也去看吧 没想到就哭了 我给你分析这个状态 你这个人跟别人都相反 是因为 怎么回事 是因为此前几天 你可能因为外界的一些事情 心情一直机遇 然后呢 跟音乐有关系 你在电影院 那种排山倒海的那种 美国电影的声望 那种音乐的声音 然后呢 这个电影 其实情节很简单 对吧 但是最后 你看到就是说 人永远可以有选择 好莱坞电影就是政治正确 道德正确 就是说人可以有选择 你永远可以选择做个好人 那几天呢 外界的事 正是我觉得我自己选择做了个好人 可是心里特难受 你知道吗 所以一看到这个自己在电影院 哼哼就哭起来了 别人都没哭吧 一个人哭了 别人我关注都没哭吧 旁边的人不觉得这人在干啥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种哭 就不是因为难受的事哭 出了电影院啊 觉得像个婴儿一样 好了好了 舒服 就是他这理论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李老师说我在不到点的地方哭了 就跟那个叫好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叫 所以我今天感觉是说 我碰到两个变态的主持人 一个文言 那哭点全错了 一个是坚持不哭的文道 那文道是有任务的 你这个呢 我给你分析一下 我做戏这么多年 我说观众为什么 在看戏的时候 他有三种态度交叉发生 一参与 二投入 三投射 所谓参与 就是他看戏的时候 他有参与感 他跟他什么关系 他知道这个情形 怎么流动 参与感 投入是说 他在看戏的时候 与角色同喜 与角色同悲 他这个是同理心的人 所以有些观众 比如说你刚刚看 那个疯狂势头 旁边为什么笑成那样 因为他们投入 非常投入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天我头疼 所以你是出力的 他投入你头疼 这周围这帮人有病吗 他们没病 是你头疼 我有病了 那后来 周围侠 你不到点 那个哭掉人 是投射 投射就是说 当我们在一个地方喝咖啡 一个音乐一响 那个音乐 比方说是某天某一天 一听你哭了 兄弟想起你十点那一天 所以他勾到你了 见风落泪 我跟你说 我还有一种生理的哭 我喜欢哭 我跟他一样 就是我整天想要哭 我有时候甚至哭 做做到一什么程度 我利用生理节律 有没有 就是说比如说中午起床的时候 没刷牙 没洗脸 眼睛还这么糊 那时候 那时候我躺在床上 特别联系我自个人 电视上不管演一个 再拙劣的一个什么戏 稍微有点情节 我就看到刘雪华又哭了 然后你又 那你可以天天哭 每天他都在哭 其实你可以是好演 你是不敢演戏 还是不够专业 但这个分别 但我觉得这分别很大 你那种是你在人前哭 你这种是不在人前哭 我觉得这分别是很大的 因为你在人前哭 是你把你整个人抛出来了 我觉得 对对对 但你这种 你觉得是很压抑 我永远在众人面前 很难表露感情 像李国秀这种 他是整个人拿出来 是是是 我是真心 李导演是 我说我们一家都爱哭 我太太叫王岳 那么内地人对我太熟悉 她是雷花园三才妈 我是她老公 对对对 这样大家拉近 我太爱欧型母羊座 特爱哭 所以她看电视剧 看卡通片都能掉眼泪 对 扛片她就很好 简单起来都哭了 跟你那芝麻糊眼 看得不一样 我其实是很难哭 但是我有觉得 长久不哭之后 心里板结了 好像会有那种感觉 所以说 故意就一定要 要哭 要哭 哭真的好 所以我呢 现在就跳跳 我说这个 我看那个外电报道 美国有个州 一个小镇 一个任睿 一百多岁 媒体问她 养生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她老先生年纪大 说不谈 教女儿讲 她女儿85岁 媒体问她女儿说 你爸爸养生长寿 秘诀是什么 她女儿说 我爸哪有什么秘诀 我爸就是爱哭 她很会处理 她哭泣的情绪 是吗 流眼泪运动 从这个观念开始 从这则新闻开始的 你这个哭的周期 怎么算 我没有周期 我随时想要看到一个感性的一个场面 我想吊人我就吊一泪 没有周期 那么这时候我们马上跳过来 闻到你上次吊一泪什么时候 去年还前年 你跟我看 想不想 我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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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就在于 我不是很懂你们的状态 就是你们那种 我不是压抑 你知道吗 我是没有哭的感觉 因为哭的事件 没有值得哭的事 你们为什么会哭呢 我怎么不懂 你让我感觉到你的心 早已经哭搞 那这样子 是不是 就是心如死 你现在可别哭 也因为你 这样闻到有点危险 他恐怕要走向抑郁症了 因为他某种情绪来讲 你是哀莫大于心思 很多事情让你觉得一个万念俱灰 你觉得提不起任何事 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 这是抑郁症的前兆 前兆 但我常笑啊 那强笑也不错 问题是你笑什么事 如果像他 那个疯狂时尚那样笑也不对 那是变态 我是一早起床 现在一早起床就开始笑 你都没刷牙没洗脸 你就爱笑是吗 对呀 我不行 因为我们有一种修行的方法 是这样 早上起来 先微笑 就表示 哎呀 就是又是一天 很好的一天 我很快乐 我觉得我也没有 那也可以 因为那个英国人鼓张一天 主张一天三大笑 对对对 有种笑的运动 笑当然是好了 笑一笑 十年少 但是问题在于 我同意他说的 不是什么男儿有泪 不轻弹 对对对 有的时候得哭 我弹是男儿有泪 要重弹 要重弹 重弹 其实我训练很多演员 很会哭 像黄嘉谦 这次跟我们合作 沙姆雷特 他第一次跟我参加舞台 话剧的演出 我说这个戏 我不是请你耍宝 我要你来演悲剧 其实这个悲悲得喜 这个戏 有很难玩的一个东西 情境 角色要真实 观众才会相信他的一个 情境铺成的堆积的笑点 我说要你哭 我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上面跳 要连演三十场 你在这个段落 要哭三十次 你可以哭几次 我问题问这 结果他说哭两次 那我说你就不要来演了 这不是专业演 我们谈的是方法演技 由内而外 或者由外而内 对不对 我说你给我时间 我教你 我教你 我让你这台戏 连演三十场 我让你哭四十场 怎么说呢 因为我连整排连排你都能哭出出来 彩排你也能哭出出来 就是外加的 怎么教 怎么教 方法演技 方法演技 我们这个叫情绪积极训练 对 我做情绪积极训练 就是说在一个空间 那么我放了两张椅子 我先让他叙述他 他最重的一个情感 他思念起 他已经过世二十年的外婆 他叙述这个过程里面呢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标题是心理剧场上谈的 空椅子的自我审判 首先呢 我说叙述完成以后 他坐在这张椅子 面对一个他对面的空椅子 我说我要你想象 这个呢 是你外婆在天堂 你们见到面了 你跟他忏悔 跟他赎罪 跟他说 你最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过得非常好 然后他一边叙述 虚拟中的天堂的外婆 一边在把那个情感事件 全部粒粒的表达出来 他哭到不行 他一开始 已经叙述说 已经哭到不行了 这是一个心理剧场的一种训练 所以他第一阶段 他对那空椅子 跟他外婆说话 哭到不行 我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我说你现在坐过来 你成为你外婆 你安抚刚才 你说话的黄嘉谦 那么你再把 刚刚视讯你都知道 你就安抚他 他再去 是外婆的位置 因为我们讲 知子摸若父 或知父摸若母 他了解他外婆 他扮演他外婆 就用外婆的姿态 去跟他说话 这时候他压抑自己 他就去安慰 刚才哭泣的 那个小女孩黄嘉谦 你比如说 有时候想起父母之情 我觉得越假设 我是我父亲 感受他所感受的一切 我就又会哭了 我就觉得真是 所以这个练习呢 后来他懂了以后 他就要找到 那个所谓的情绪的运用 后来他在每一场 那个点 那个点到的时候 他就掉一泪了 对 这是我们专业训练 你这辈子不是有好多 你对不起的人吗 做恶做专业 你要做这个 多想想他们 你不就哭了吗 对对对 枪枪塞人行 报告之后见 李老师这不是导演了 心理医生了 对还好 你说抑郁症 我还真是看这个沙姆雷特 他打出这个 就是莎士比亚 写的哈姆雷特的台词 对对对 我就觉得 这也是说我呢 其实是挺普遍的一种 对 就是犹豫不决 你知道文道知道 我是个犹豫不决的人 对对 哈姆雷特就是说 To be or not to be 其实原来咱们就是说 是生与死 但是我顾名思义 我瞎解 是 他是指的 是不是 他是指的生活中所有的 是还是不是 是这样 还是不是这样 所有的两难之间 就是说哈姆雷特这个人 哎呀 我有时候就是这样 恨不能撞墙啊 觉得自己怎么这样 连一个这么小的事情 连买这双鞋 还是该买这双鞋 就站在当这 做不出一个决定来 是 To be or not to be 是吧 其实就是 无法做出一个决定 为什么这么犹豫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 莎士比亚那么伟大 对 就是说 为什么四大悲剧 是 哈姆雷特就是 不是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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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是因为 他写出了很多人 那个人的普遍的一个 普及性的一个人性面 一个普遍状况 一个一个一个 但是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因为传统戏剧 理论告诉我们 比如说通常用四大悲剧 或希腊悲剧 来来当一个典范 就是说他起到一个 人的灵魂的进化作用 就是亚里士多德讲 一个悲剧 比如说你流眼泪 也是在洗地你的灵魂 但是你把它变成一个喜剧 你觉得这个笑 是不是其实也是一种 流眼泪的一种状态呢 基本上是一种情绪宣泄 我觉得现代人 那个要有出口 就是你工作压力 抑郁症造成了 它是因为工作压力 还有社会结构改变 家庭结构改变 这也包含他人生 越来越有一些大的 一个落差太大的变化 造成他的抑郁 造成抑郁当中呢 其实你需要一个场域 去宣泄的情绪 这个情绪就是 你闻到你爱笑 这是一种宣泄 你看一个戏哭 这个感性眼泪之外 也是一种宣泄 所以你看《屏风沙姆雷特》 它其实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喜剧 它看着还让人 可以深思 还沉淀一下 照您感觉 这个哈姆雷特要放今天 是不是典型的抑郁症的症状呢 它肯定是 因为它太犹豫了 我们刚刚说 它那时候没鞋子买 你现在买鞋子 它犹豫的 它说买鞋子 它跟你一个个性 不能决定 后来我想 为什么总犹豫呢 大概是因为目的不明确 不明确 就是你那个终极 你人为什么活着 想到最后 是吧 你这个选择 眼前占便宜 但是人生到底是占便宜好 还是吃亏好 所以你要想太多了 你做不出决定了 太多人挣扎了 所以我想说 因为我看一个报道很惊人 就是内地 就国内 抑郁症有2600万人 现在是我们一大问题 大问题 在台湾也是 抑郁症 它是一个变成一个流行文明病 那么这时候我要谈 我们最好尽可能的接近艺术 艺术可以洗涤人心 因为就是说你看画 看一个画展 看一个图片展 都可以 它叫 我刚刚谈 参与投入投射 你看到一个东西 一个勾倒影 就把它撒开来 那一个 一个抑郁症的人呢 他其实面对生活 都是灰色的 他任何事情都负面思考 那这个时候 当他已经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 他太 我要说这样的人太自私 因为他太内观 向内观察自己 所以他所有事情都是 所有人都要伤害我机 我自己活着没有什么意义 都开始自责 解决抑郁症的方法是往外走 哎呦 这是罗素写过的 大哲学家罗素讲的 对 他往外走 注意力 注意外景 哎